新屋分队员死里逃生 刚退下来就全面燃烧 桃园市新屋保龄球馆大火 消防人员持续进入火场内清理现场 一销队员也在火场外焚烧纸前 祈求六位敌难弟兄一路好走 当天第一批进入火场 去找起火点的新屋分队员赖俊宏 回想当时情况人心有名迹 当初的情况是在进入场中 用完了第一支气瓶之后 我们仍然没有找到火点 所以我跟我们那一组同仁退出来 准备换第二支气瓶要在进入 因为我发现说烟变洪就变暖 那之后只会当年盘车盘车 这退下来没多久就发生全面燃烧 我们是第一个第一组进去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第二组是哪组进去 有人之一只回关调度不当 造成六名队员上升 戴俊宏认为因近代调查结果 外界不应妄加揣测 难道指揮官无能我们无脑吗 指揮官叫我们送死我们就会送死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